現在還是可以給中心球力相當大的壓力 沒錯 結果一開始 陳俊俊就來了一次阻礙方式來安打 好 升級是完成七局的頭球交給了陳韻文 這個球打得強勁 又沒有接到這手保證 讓過二壘之後繼續往三壘做推進 打擊了許晉雄這手也上到了二壘 打得太強勁了 但這個球有幾手 看起來好像也有點機會 但沒有難處的情形之下也使得在發局的下半中 一重低又是一波猛攻 來到了二三六 沒有人出局 註殺這麼多真的滿嚇人 哦 選到了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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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到了一個四壞球的保重 兩次道輪 田高的球 這個距離應該也沒問題 中蠻野手往後沒有接到 沒追到 沒有接到這時候散了上毛澤 輕鬆回來得分二零上毛澤 繞過了三壘應該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一口氣再添兩分 忠兄弟 在這一個蠻人的機會 就有牢牢的掌握住 喬出籃道的是江坤宇 連續兩天都有見功了 這個相當可愛的江坤宇 只要是一個機會 把握得都相當好 曾宇文也連續場次 在這個天王山系列 連續兩天都有承擔失分 這個很嚴重的一個失敗 這個打到外野就不得了了 他更何況是一個歐巴的狀況 一開始守得當然不是很深的四野 緊急往後退是來不及 賽的發展 打者輪到宋承睿 這一球有了 左半邊籃打三人上跑者 二人上跑者 這時候相繼的回來攻下分出 宋承睿 這一道補得太好了 我這一刀這三口 捕得又深又大 把雷上的兩位兄弟送回來 這一局目前是攻下了四分 來到了7比2 這個球一抓到 而且宋承仁抓這個石頭球的 掌握度真的非常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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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曼榮 請大家訂閱我們中信兄弟 官方YouTube頻道 以及鎖定我們的Podcast 兄弟你來說